男孩第一次触摸时间,却让爷爷震惊了两秒半,只因男孩展现出第一院家主所拥有的黄金圣面。 此刻,大受震撼的家主缓缓开口,拉昂,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拉昂本是隶属于罗伯特家族的刺客,负责处理家族各种肮脏的丑事,可就在今天家主对他动了杀心,因为他摆脱了精神控制的洗脑。 此刻恐惧迅速占领了拉昂的大脑,他到底是怎么发现的? 洗脑?是罗伯特家族专门控制暗杀组织的方法。 但我曾执行任务中机缘巧合解开了洗脑,你是怎么知道的? 拉昂好奇地询问,只见德鲁斯缓缓抬起手臂,最后只听一声响指。 拉昂瞬间便瘫倒在家主德鲁斯面前,肉体撕裂的钻心质痛从心脏中传来。 德鲁斯得意地仰起嘴角,我怎么会只用一种方法控制你的呢? 第一道枷锁便是洗脑,而第二道则是你现在感受到的激光如虫。 他植入在你的心脏里面,此刻正按照我的命令啃噬你的心脏,甚至还能读取你内心的想法。 德鲁斯你真卑鄙。 拉昂悲愤地怒吼,却换来了德鲁斯的嘲笑,垃圾就好好接受废物利用。 混蛋,我绝不能就这样结束。 忍受着撕心裂肺的痛苦,拉昂缓缓站起身来,就算是此也要恶心一下。 随着一声怒吼,拉昂暴怒地朝德鲁斯杀去,可只是一个照片。 拉昂便脑袋搬家,处理干净。 德鲁斯不懈地转身离开,就这样结束了吗? 从济世起就成了罗伯特家族的列卷,从未有属于自我的意识。 直到一次偶然地基于我学会了名为火魂的功夫,因此终于解开了洗脑的家族。 本以为能以此重获自由,却还是躲不过死亡的命运。 对,绝不能就此结束。 无论是神还是恶魔都可以,只要能向德鲁斯复仇。 就在这时,身旁的吊坠发出蓝光,你已被愤怒选中。 愤怒将占据你的身体,目标死亡。 一个人引入她的眼帘,此刻的拉昂意识到她转身了,还是带着前世的记忆。 眼前和蔼的女人正是她的母亲,一开始的她并不能接受。 直到一百天后拉昂才接受现实,也注意到了家里并不简单。 从房间排列装饰的家具,就能看出这不是普通的贵族。 这对于要复仇的我来说如雪中送炭。 不过我不能心急,毕竟还没掌握火环现在必须忍耐。 但我此刻非常好奇,这里的豪华程度在名声显赫的贵族里也不寻常。 与此同时侍女推开房门大喊,希尔维亚小姐,家主已经来走来了,还没来得及准备。 北方毁灭之王格伦,七哥哈特,来到了众人身前。 此时拉昂意识到自己转身到了大陆最强家族七哥哈特。 同时格伦为她取名为拉昂,希望她就如同名字一样,像影子般安静地生活下去。 而凑巧的是,却正是她前世的名字。 赐完名字便离开了房间,来到晚上,拉昂终于有修炼火环的机会,随后便开始运转火环。 大多数的普通人修炼都是运用无锡将魔力聚集在丹田,但火环的修炼方式却有所够。 她需要用魔力在心脏周围创造一个火环,不仅可以增强自身的体力和精神力,还能加强对魔力的改变。 这是最完美的修炼方法,也是成为舞者最好的基础。 就连像德鲁斯这样的存在也不知道火环。 利用火环来锻炼肉体以及精神,再加上德七哥哈特的剑术,那么面对德鲁斯的复仇也未尝不可。 可在修炼时发现了目前而言最大的难题,便是这幅身体里的魔力被寒气充斥,甚至还有九个地方被它堵塞,照这样下去还没复仇就先卸彩。 但幸好可以是使用火环的魔力来中和,以至于不浪费掉着寒冰魔力。 虽然进展缓慢但还算顺利,经过一番折腾拉昂昏昏欲睡,可就在这时,白天离去的格伦却出现在拉昂的床前,并将手伸向了熟睡的拉昂。 四日清晨,只见一位老头出现在拉昂房间,而他居然就是传闻中的圣人,拥有着这片大陆上最顶尖的神圣力和医术。 虽然他是最有名的治疗师但他喜欢人了,所以一般都很难见到他,可拉昂不知道圣人是专程为他而来。 只见他将右手缓缓放在拉昂身上,严肃的神情下眉头紧重,希尔维亚也明白了情况并不容乐观。 在孩子身上拥有严寒嘴重,他的魔力回路都被寒气堵塞,如果方人不管的话,那么一定活不了多久。 正当圣人要给母亲开钥匙,一旁的侍女却表示,家主正在等候着,真是个分不清时机的家伙。 于是他便跟随着侍女离开了这里,原来是严寒诅咒嘛,但只要我练成抚困,这就不成问题了。 可此刻,一滴泪珠打在了我的脸庞上,只见母亲声泪俱下,哽咽地对我说,我绝不能失去你,就算不惜代价也要让你好起来。 前世没有感情的我并不明白着什么感情,只是此时此刻只感觉到心脏在隐隐作痛。 随后我下意识地用手抚摸着希尔维亚的脸颊,随即希尔维亚不顾侍女的阻拦,打断了正在商讨的两人,紧接着便跪在了身前,拜托了,父亲,请舅舅拉昂吧。 可不管希尔维亚怎么乞求,格伦也不为所动,更是将他拖出了房间。 此刻的圣人却是一脸无奈,难道你就不能坦诚一点吗? 灵灵让我来就是像弄轻孩子的情况,就如同我说的那样,拉昂全身上下有九醋魔力回路被寒气堵塞,虽然你用自己的魔力把他体内的寒气逼了出来,但他想要成为五人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而此刻的格伦却对此表示,那孩子只要能够活着就行,既然你喜欢他为什么还要取名为代表影子的拉昂? 这让圣人很是好奇,只见格伦缓缓缓端起茶杯,其实拉昂不仅仅代表对影子,在千年之前他还有另一个含义,画面一转,母亲正将圣人给予的灵药送入拉昂的口中,虽然味道极其恶臭难吃,但我对此毫不在意,母亲还以为我真的太坚强了,可实际上,这是我目前最需要的火属性灵药,毕竟它能够驱散身上的寒气,不知不觉中边吃药边修炼的功夫,一下子过去了两年半,此刻我也修炼出了一星火环,随后我又见得修炼了两年半, 如今我已然来到了五岁,而在这时,我的火环已经修炼到了二星,身边也出来个系统弹窗,我的魔力感应变得更加敏感,难道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吗?就在我进行的思考时,侍女来到了房间要为我收拾整理,而就如预期中的那样,除我以外的任何人都看不到这个窗口,自从我将火环修炼到一星时,这个东西就出现在了我的眼前,起初我还不清楚这有什么用处,但后来我发现这东西能够看到自身的所有状态,不过这个窗口只有我才能看到,然而虽然我已经达到了火环二星,但严寒的诅咒� 我并没有因此消失,如果没有圣人给予的灵药,我也不可能有这么快的成长,同时这也少不了大家对我的关爱,而我完全没必要在修炼上着急,毕竟我还小,我还拥有足够多的时间,虽然诅咒带来的体质下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前世的我可是站在刺客的顶点,只要利用前好事积累的经验来完成它,那么这些问题也就不必过于担心了,再加上七哥哈特的剑术,我一定能够斩断德鲁斯的抖头,但现在的我不能太过心急,毕竟那家伙是大陆上最强的武人之一,能与之对� 就在这时,母亲示意我换好衣服,因为我们将要去参加大会,没想到居然是在今天,此时的梁差一到,维持大陆平衡的力量六皇五皇,我转身的七哥哈特家族就属于六皇之一,六个皇帝保护着大陆的和平,而五个恶魔子对大陆造成威胁,每个家族都会定期举行辨别仪式,以此用来判断家族孩子的天赋,而今天便是七哥哈特家族举行辨别仪式的日子,随后我与母亲缓缓走入大厅,然而众人却立刻表现出了一副厌恶的神奇, 甚至开始冷嘲热红起来,听说那孩子患有不知之症,果然继承了失败者的血脉,就只会沦落为失败者,而我却是陷入了沉思,为何直系亲属们对我们抱有这么大的敌意,虽然讨论我对此并不在意,但是讨论我的母亲,让我感到很是不爽,而在这时,母亲却是我不用在意这些,与此同时,只见家主正朝着众人缓缓走,只见他神情威严地坐在椅子上,看起来大家都已经到齐了,话音刚落,只见一把巨大的大剑从天而降,那么变别仪式开始,此刻的拉昂� 这是一惊,这难道就是变别之剑吗?只需将手放在大剑身上,他就能够分析出你的魔力属性,与此同时,只见一旁的侍从开始宣布审判名单,第一个布伦齐格哈特,据说从四岁开始,孩子的头盖骨将会完全避恨,到那时孩子的天赋基本成型,而通过这个变别仪式,他们将决定出适合自己成长的道路,随后只见十剑散发出振振欲不光,看起来他的魔力是风属性的,而这种属性非常适合修炼剑术,以后需要多专注感受风才行,下一个来自苏利恩附 雍家族中的若兰苏利恩,而这时的我大概清楚了其判断的原因,光芒攀升的高度代表着魔力的纯度,魔力的属性则会在渐渐显示出来,没想到辨别属性居然会以这种方式进行,与此同时,只见众人正高呼着家族又有两位天才横并出世,看起来这里的人把才能看得非常重要,而我也许并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虽然如今的五火环已然达到了二星,但魔力回路依旧存在许多寒气,不过对我而言,结果并不重要,就在这时,终于轮到我进行审判了,然而 此刻的众人却同时向我投来的冷漠的深情,随后只见我朝着石剑黄缓走去,虽然我对此并没有太大的期望,但我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魔力属性,从而确定自己以后需要如何培养,于是在母亲的指引下,我将左手轻轻放在石剑之上,下一秒,团金色光芒瞬间将我笼障,紧接着一段记忆便浮现在我眼前,只见一道人影挡在我的身前,此刻他正高举着手中的宝剑,而他仅平的一道斩机,就将面前所有的怪物瞬间击杀,可当我回过神来,却发现自己的魔力 光芒没有任何动静,与此同时,众人当即便开始了嘲讽,白色光芒代表着没有任何属性,没想到居然会在这见到这么低的光芒,虽然众人都对我嗤之以鼻,但母亲却是一如既往的鼓励者,而在这时,格伦则是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今天的审判大会到此结束,紧接着便让众人离开了这里,随后格伦也开始叹气,可下一秒,大剑居然爆发出一道火焰,瞬间便将整个大剑覆盖,此刻的家主震惊的一脸震惊,居然是如太阳般耀眼的金 金色光芒,这可是七哥哈特家族第一任家主所拥有的光芒,其超凡的力量甚至超越了魔界之火,金色魔力和金色火焰放眼在整个七哥哈特家族的历史中,他也仅仅只出现过一次,面对眼前万年难见一次的景象,家主看得出神,随后缓缓开口道,拉昂,你究竟是何方神圣?男孩第一次触摸世界,却让爷爷震惊了两秒半,男孩展现出第一任家主所拥有的红金圣面,此刻,大受震撼的家主缓缓开口,拉昂,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但此刻的拉昂对此毫无知情,他更在意自己即将修炼的三星粉环,又过了三个两年半,拉昂来到了十二岁,自身带水星也来到了二星,身体得到了好转,可以开始做一些身体的锻炼,此时母亲来到了拉昂的身前,该去参加第二次辨别一生,来到座位的拉昂椅子还没坐热,就被家主叫到了身前,身为家族的一员为何没有参加家族训练?还没等拉昂反应过来,母亲便为他辩解,他的体内仍有寒冰,训练对他还是太早了,但还是被家主回绝,这里是七哥哈特,任何人 也没有特权,我不同意,请再多宽限一些时间,你不同意,难道又要逃跑吗?如果还想待在家族就必须遵守规矩,难道又要逃跑吗?这种人居然还是窒息,此刻,拉昂终于明白了母亲被厌恶的原因,曾经的他逃离了家族,自毁了魔力魂,只为与父亲在一起,可好景不长,在生下我之后父亲便去世,为此母亲不得不回到家族,成为了被厌恶的存在,不过这些都是别人的观点,我是希尔维亚的儿子,绝不能看着母亲遭受如此待遇,拉昂静止走向家主, 家主,如您所愿,下个月我会参加训练,不过一旁现任武馆教练的劝谱,拉昂毅然决然参加训练,以七个哈特之名我不会逃避,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话音未落,一股强大的威压朝拉昂洗来,顿时鲜血从嘴角流出,仅仅只是一个眼神就有如此威力,这就是北部毁灭之王格伦吗?很快希尔维亚便将拉昂护在了怀里,想要继续劝说父亲,但是面对格伦的威压,只是勉强护助拉昂就已用尽了权力,此时拉昂陷入 在黑暗里的刺客,总是在生死之间徘徊,没有自我,更没有体肤过温暖,但现在不是了,我已经不用再委身于黑暗,不用再作为一个工具麻木的活着,拉昂紧紧咬住牙关,顶住家住的威压站在了母亲的身前,我是拉昂,七个哈特,我想守护希尔维亚,守护那些对我们一族珍贵的时光,我从小在分部长大,我不明白七个哈特代表着什么,但我会通过训练来见识七个哈特,我一定会让母亲恢复原有的待遇,你是说你会通过训练来评判七个哈特,这是我了解七个哈 哈特唯一的途径,好,我会准备充分让你好好见识,此刻,承受不住威压的拉昂终于倒在了地上,上辈子作为刺客的技术加上火环,我会让你看看被你轻视的石头呼动了解你,而大厅的一举一动全被卡伦禁收眼底,你不是说他患了重病吗?是的,不止一个仆人听到圣人和家主的对话,他确实病得很重,卡伦陷入了沉思,当时他的身体确实不好,可是怎么抗住父亲的威压呢?思考许久后缓缓张口,安排一些人到分馆,把他的一举一动都向我� 此日,家主来到了家族第五训练场,别再装睡了,李默,此时睡着的红发男子缓缓站起身来,家主,只有你发现我在装睡,而他正式光见李默,比亚斯,其他教练都忙得汗流加倍,而总教官在这偷懒,你觉得合适吗?但李默不以为意,当然,我可是耗费了脑力在劳动,所以你也是为了拉昂而来吗?希尔维亚就算了,家主你怎么也跟着过来,如果也是希望拉昂不要受伤,那就不必浪费时间了,因为你曾经说过第五训练场不被任何人影响,即使他是你的孙子我也不会破例, 但令李默意外的是家主欣然答应,不用降低水准,如何合适的话你还可以提高强度,一顿打去过后,格伦离开了训练场,此时的李默也好奇起来拉昂究竟会是个怎样的人,画面一转,此刻的拉昂火环已经到达三星,也多亏了母亲的帮助,还有这个弹窗我才能够成长得如此之快,但达到三星火环仅仅只是开始,据说齐格哈特家族的训练可是出了您的困难,这只是为我今后的成长打下牢固的基础罢,将来我一定会变得比所有人都优秀,让那些嘲笑过 我的人通通闭上走了,最后再向德鲁斯罗伯特复仇,此时希尔维亚来到拉昂的房间,希望拉昂明天不要去参加训练,我不是不让你去,只是可以晚一年吗?但拉昂当场回绝,因为那些人对于母亲的冷嘲热服,我已经受够了,如果我能在训练中取得好的成绩,那么母亲也就不会再受到这样的待遇,望着如此懂事乖巧的孩子,希尔维亚讲起了她的过往,以及为何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当时我一眼就看中了正在执勤的父亲,但当时的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可为了能够与她在 在一起,我自毁了魔力枢纽以及魔力回忆,甚至抛弃了贵族的身份,其实你还有一位名叫施雅的姐姐,起初我们生活得非常平淡幸福,直到伊甸的成员得知了我们的弟弟,但是怀有身孕的我以及父亲并不是他们的对手,虽然父亲偷偷为我们安排了护卫,可当他们赶到这里时,父亲和姐姐早已变成了冰冷的尸体,最终我只能选择回到家族之中,所以这就是为何所有人都厌恶我的原因,拉昂静静地看着母亲,虽然她如别人所说的那样自私,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抛弃 拉昂静了家族的责任,选择回到了家族也只是为了保命,但是她是唯一给予我温暖的,即使所有人都不待见她,但她是我唯一的母亲,但拉昂还有一个问题,母亲你会后悔吗?西尔维亚摇摇头,因为那是她最幸福的时光,只有与父亲生活时我才感觉到哄着,这就足够了,对不起拉昂,我是个坏,话音未落,拉昂立马打断了西尔维亚的话语,没关系的,母亲,我会一直陪在母亲身边,母亲睡着后,拉昂来到了自己的房间,打算检查下火环睡觉,可就在这时,一� 传蓝色火焰正在空中缓缓凝聚,终于出来了,只见蓝色恶魔开口喃喃道,你的愤怒吸引了我,以魔界第二位君主愤怒之名,我会实现你的复仇,而此刻的拉昂却是一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此刻的愤怒也是猛逼的一脸努力,因为一个孩子的愤怒根本达不到召唤她的条件,可当她认真观察一番之后,才发现拉昂的内心深处隐藏着极大的愤怒,看来就是你召唤了我,只要把你的灵魂和肉体交给我,而此时的拉昂这才反应过来,难道是 死前怒火吸引来的吗,但这也来得太晚了,随即拉昂便拒绝了愤怒的要求,我会亲自复仇的,话未说完,愤怒轻烈一笑,你好像搞错了,我可不是在跟你协商,顿时周围的蓝色火焰瞬间将拉昂包围,随即猛然地朝拉昂攻来,刹那间火焰钻进了拉昂的体内,冻僵的身体让拉昂难以动态,就连意识也开始模糊起来,此时愤怒在拉昂的耳边低语,快释放你的怒火吧,但庆幸拉昂拥有耐水性能够抵抗你,可� 愤怒的勾引也步步紧逼,一遍一遍地放大拉昂内心的愤怒,只要你愿意,我会淡其肉饮其血,所以快点浇出你的身体吧,但拉昂也深知自己如果放弃抵抗,他绝对会对身边的人造成伤害,就算是死我也绝不会浇出自己的身体,眼下就在拉昂快要支撑不住时,他突然灵光一闪,既然自己可以用耐水性抵抗这股含义,那我使用火环来抵抗也未成不行,随即一股热浪便驱散了周围的寒气,此刻的愤怒也是猛然一惊,即便自己刚 但也不至于拿一个小孩没有任何办法,这时拉昂缓缓开口,从我会抱,但是绝不会让出自己的身体,更不可能交给一个孤魂野鬼,此刻的愤怒暴跳如雷,但也确实拿拉昂没有任何办法,只能任由拉昂凶,没想到堂堂魔王居然会拿一个小孩没有任何办法,看起来你也只是徒有虚名罢,就在拉昂思考接下来的对策时,身旁的窗口传来信息,附加能力已解锁,愤怒震惊惊的一脸震惊,自己创造的全能状态窗口,却被拉昂再使用,拉昂也一 一眼好奇,自己的状态也能出现在弹窗上,随后好奇地问道,你说是你创造了这个状态窗口,那么为何要创造这种东西呢,我好像没有告诉你的理由吧,不过,你是怎么发现并能使用它呢,此时拉昂也理解了为什么这一世火团的修炼得更快更强,看来是多亏了系统的帮忙,随后拉昂便朝着愤怒来了一举,这才弄清了愤怒并没有尸体,愤怒也眼看现在也奈何不了拉昂,随即本然朝着拉昂的手臂飞来,紧接着变化做了一条手链,等我力量恢复之 这时,你就无法阻止我了,在此之前我会一直跟着你,虽然拉昂想要当场将其摆脱,但又害怕状态窗口会因此消失,更害怕他对自己的家人们做出不利的事情,眼下也只能将愤怒留在自己的身边,只要自己修炼得比他还要强大,那就能够控制住他 次日,两人正一点担忧地看着拉昂,在一番道别后,目送拉昂前往第五训练场,男孩只因带着一条手链,就遭到了冷嘲热讽,甚至还要被大打出手,他们不知道的是手链里寄缩着魔界第二军王 就在之前,来到第五训练场的拉昂,刚感叹着里人山人海,一旁的闲言碎语引起了拉昂的注意,看他那根细竹竿,真不知道来着干什么 此时的愤怒恶魔坐不住,随即对他们进行了狠狠的警告,但拉昂上去叫住了他们,有什么话不妨当着面对我说呢 被戳穿的两人甚是尴尬,你已经不是直戏了摆什么架子了,行戏又如何你们又有何资格来评论我 这话还是留着比你们地位更低的对手说吧 恼怒的踪毛立马挥起拳头朝拉昂袭来 住手,你们想让希格哈特致名蒙羞吗?很快就被一道声音制止 此时布伦,希格哈特来到拉昂的面前,你是真不明白自己的处境了 如果不想被赶出训练场,你最好保持低调 而他之所以讨厌拉昂的原因,只因拉昂在辨别大会上得到了家主的关注 废物居然还敢装逼,布伦绝对无法忍受,识相的话赶紧退出,免得到时遭受皮肉之骨 拉昂不屑,看来你也喜欢胡说八道 你以为你是谁,仗着你唯一的优势,就是拥有直戏血脉以外 评头论足,如果是去求你父亲大概就有特权了 就在大战一处即发,教练李莫揣门而入,看起来你们很有活力吗? 拉昂一惊没想到在这里能碰见光剑李莫,布伦也只好作罢 默默离开,画面一转,此时众人全都聚集在中央广场 我是你们这次总教练李莫,目前我认为参加训练的人数过多 所以我会通过测试来淘汰一部分,最后只留下四分之一左右 文言众人当即感到不满,但李莫不以为意 在训练场舞的规矩就是规矩,如果有意见就去找家主 那么别愣着了跑起来吧,武术的根本是体力和意志 所以在我喊停之前,你们必须一直跑下去 而此刻的恶魔却满脸疑惑,既然奔跑为何你却跑在最后一面? 这又不是比赛,我没有必要超越他们 李莫会综合考量一个人的特质,所以这并不是指征排名的考验 这是一场谁能够坚持到最后的比拼 虽然跑在最前端的布伦与若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但仅仅跟在队伍后面的拉昂,此时也被众人注意着 更是引起了李莫的好奇,真有趣 许久未见过这样的天才了 家族里除了毁灭之王格伦外,居然还有无法看透的存在 大部分孩子未来,我都能通过他们身上的颜色看到 但此刻,拉昂让我捉摸不透,我无法在他身上看到任何颜色 这也意味着拉昂的潜力超出了我的认知 但不知情的两人正嘲笑着拉昂,以为他会很快放弃 殊不知拉昂却格外轻松,一度怀疑着真的是在训练吗 在曾经的生活里,为了躲避饥饿的恶狼 拉昂不仅要外力奔跑还要躲避攻击 可现在的这种训练对他而言简直太简单了 过了许久拉昂仍坚持在赛道上奔跑 就连一旁的李莫也难以置信 知道拉昂的潜力惊人但也没想到这么变态 在很早就耗尽体力的拉昂,居然靠自己顽强的意志力还在奔跑 而这种意志力只会出现在生死之间游走的战士身上 拉昂究竟是如何做到的,真是愈发让我好奇 与此同时布伦看着在身后紧追不放的拉昂 他也感到离活,明明偷听到父亲的谈话 他是个病娘子,根本无法支撑这么高强度的训练 可现在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下一秒,只见布伦发动了魔力 一瞬间便拉开了若兰与拉昂 以极快的速度重刺到了低,即便是贵族但也就是个孩子 相比之下若兰就成熟了许多 这是一场与自己博弈,没必要被旁人影响 又过了许久众人以类的气喘吁吁 拉昂仍坚持在跑道上奔跑 但也快到了游进灯土 虽然能通过运转火环榨去体力 可自己也时时被恶魔惦解 交出来吧,把你的身体给我 我会帮你超越那个懒头发 下一秒,愤怒张开血盆大口朝拉昂起来 随后韩义变故拉昂的全身 但是他还得假装没事 一边抵抗愤怒的严寒一边继续奔跑 最终拉昂体力再也支撑不住 双眼的视线也渐渐开始模糊起来 看起来这就是我的极限了吗 难道就到此为止了吗 此时礼物宣布结束 差点允明的此时拉昂意识 看来这辈子自己也不会轻松 愤怒也大胆震惊 要不怪我还是你来当 这么虚弱的情况下还能抵抗住我的进攻 但这次的超越极限收获也不行 此时拉昂的体能正在不断提高 如果按照这么发展下去 忽然,前方传来窗口提示 你已经超越了自身体力的极限 奖励若干点属性值 没想到抵挡住了恶魔的攻击 居然还能得到额外的能力值 随后李莫集合了众人 就在他们以为自己要被淘汰时 只留下四分之一的人选的话都是骗 众人感到极为不满 但李莫此事画风一转 如果今后的训练 你们都是这种状态的话 那么你们大部分人都会落选 我明确要求过所有人必须全力奔跑 到最后却只有一个人做到 也有使用魔力投机去抢的人 但事实上我不在乎你们怎么完成训练 毕竟参加考试的人可不是我 不过 如果你们按照我所说的去做了 那就不用担心自己会落选 所以现在开始你们只是临时学员 只有在六个月后通过了考核 才能够成为正式学员 当然 我会挑选一个最优秀的人 他会成为首席学生 所以大家都要拼尽全力 随后李莫便解散了队伍 画面一转 家主格伦正等着李莫询问情况 既然你已经来到了这里 那就说明你也看到了一切 布伦和若兰拥有着最优秀的才能 其他的孩子在不久的将来 也会成为家族的顶梁之主 至于拉昂 我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 就连他是如何坚持到最后 我也不得而知 这是自家主名之后 我第一次看不到东西 虽然自从丹田被毁之后很是无聊 但看起来这下应该会非常有趣 成为一名教官可是你想要的 你只要完成你的职责即可 而李莫认为能够托付未来的家伙已经出现了 那只是巧合罢了 那孩子注定无法成为武者 李莫微微一笑 你很清楚那并不是巧合 可此时的其他学员也认为这不是巧合 看着离去的拉昂 众人的想法全写在了脸上 他一定是用了什么特殊的办法 不然怎么可能坚持到最后 没错一定是林药的关系 克兰十分笃定 我曾听说过圣人给过他林药 卑鄙的家伙 居然还伪装成靠自己跑到的最后 所以我们给他的颜色瞧瞧 片刻之后 拉昂便被扔进了小树林 你们为何要这么做 拉昂以后的询问 用林药作弊的家伙 居然敢用这种把信糊弄我们 我们会帮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拉昂无语 居然是因为这么无聊的礼物 好了 让我们有好交流吧 克兰挥拳准备进攻 下一秒便被拉昂揍晕了过去 说的没错 我们确实需要好好谈谈 拉昂一脚踢在绿毛身上 总接着一拳放倒了另外一人 此时恶魔对拉昂赞叹不如 片刻之后 只见众人纷纷朝着拉昂归地求了 此时拉昂一脚踩在克兰手上 所以是谁太拥挨的 难道是布伦吗 不 不是 布伦并不知情 拉昂感到意外 没想到布伦也没烂透吗 你们不会打小报告吧 如果再来惹我 那么后果自负 紧接着拉昂便让他们离开了这里 但这里的情况全都被李洛看在眼 真是像极了年轻的家主 拉昂 七哥哈特 我很期待你之后的表现 画面一转 只见拉昂再一次收到了额外奖励 愤怒对你的行为非常满意奖励敏捷加一 没想到这也能获得奖励 这到底是什么破窗口 可是这不是你创造的吗 这种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看来你正在偷走我身上的力量 看着拉昂漠不关心的神情 你这个不知感恩的臭小子 随即愤怒与拉昂打赌 如果我赢了 我会给你能力值 如果你输了就要接受我的愤怒 随后状态窗口弹出 以第一名成绩通过考试 完成条件奖励所有属性值增加两点 以及任意选择一种特性 失败条件愤怒值增加十点 你难道是指六个月之后的考试吗 当然 因为李洛不是说过会挑选出最优秀的学生吗 不过任意选择一种特性是怎么回事 你将会被赋予我所拥有的一种特性 当然会根据你的等级来进行分配 那么失败时的愤怒只指的是什么 那便是继承我的愤怒 当你无法承受时 你便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随后拉昂便陷让了沉思 看起来这家伙并不像是在说话 虽然这个条件的风险极高 但同时获得的奖励也非常的丰富 在经过片刻的思索之后 拉昂便接受了这个条件 好 那么协议即可生效 只要我利用好前世的经验 我就绝不可能会输 大家都去准备练习剑术时 拉昂却选择了背道而驰 只有她在继续着基础的体力训练 因为拉昂甚至如果没有打下坚实的基础 那么修炼剑术也只是浪费时间 但就在拉昂训练的时候 若兰却在后面偷偷观看 经过一番思索 主动来到了拉昂身前 男孩触碰了下教官 却惊艳了在场所有观众 只因男孩展现出与自身不服的实力 在面对总教官强大的威压下 唯独男孩艺人轻松通过考核 我不同意 他绝对是在作弊 布伦绝不相信一个病娘子取得第一 随即向拉昂提出了决斗 决斗开始 布伦率先发起了进攻 眼看侧梯被拉昂挡下 随即施展了父亲亲自传授的正午权 有个招式不仅被拉昂挡下 甚至还被拉昂学会 更是被拉昂用他引以为傲的正午权击败 而布伦不知道的是 他看不起的病娘子在六个月前 他盲目自大地看不起基础训练而跑去练剑时 拉昂一步一步稳着伦打地锻炼自己的基础 在他看不到的地方 拉昂一遍一遍重复着那枯燥的动作 然而此时锻炼了拉昂 却没注意到身后一个女孩在偷偷注视他 明明身患重病 可是训练量却一天天增加 也许是他有什么过人之处 犹豫了许久还是来到了拉昂身前 拉昂本以为对方会说些什么 但若兰只是呆呆地看着拉昂 随后静静地坐在他的身边 在拉昂的差异下开始锻炼 此后不管拉昂做什么 若兰都会安静跟在身后重复着拉昂的动静 而拉昂不知道的是 自己能散发出一股清新的气温 让若兰顿时感觉自己的身体飘飘然 而此时在训练的拉昂又迎来了另一动 你好 我叫多利安可以和你一起训练吗 就这样之后的日子 三人总是形影不离地一起训练 随着时间的流逝 很快来到了六个月之后的今天 家族考核的日子 所有学员的家长都来到现场观看 此时愤怒来到拉昂的身前 赌局还没忘吧 如果没有超过他们两人 就乖乖接受我的愤怒 拉昂随即拍散了愤怒 入死水手还不一定呢 下一秒 多利安奇怪的举动吸引了拉昂的注意 拉昂无奈怎么身边都是些奇奇怪怪的人 此时看着拉昂身边站着的朋友 希尔维亚露出幸福的微笑 忽然 众人皆是一惊 从未参加过家族考核的家主 今天居然亲自到场观察 李莫对此也是大吃一惊 家主 今天怎么有空立临 这是决定家族未来的日子 怎么 我不该出现在这里吗 伴随着李莫尴尬一行 随即宣布考核正式开始 紧接着便释放出一股强大的威压 身为战士 这是无法避免的东西 我会通过这个来判断你们是否 但立马引起了一旁家属的购买 有些孩子甚至都不知道气场是什么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李莫轻叹一声 威压只是气场展现方式的一种 真正的气场是随着时间和积累的业绩 而成的灵魂等级 这是不会气场也能展现无者能力的依据 此时刚想反驳的家长就被家主格伦打断 他说的没错 虽然学员们还不会气场 但这是无者与生俱来的 并且通过艰苦的训练也是会获得气场 好了 现在没有人还有问题了吧 那么让我们开始考核 若兰上前一步 其余人后退 规则很简单 你只要抗住我的威压并且触碰到我就算合格 话音刚落 一个强大的威压朝若兰袭来 如果过程中你使用气场就会被淘汰 让我看看你锻炼至今的意志力吧 若兰顶着强大的威压 一步一步朝着李莫靠近 最终伴随着若兰抓住李莫手臂 下一秒李莫宣布若兰通过考核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以后也请继续坚持 下一位考生多利安 怀着忐忑的心情缓缓走向李莫 别担心像若兰一样通过我的威压就行 伴随着一股威压的爆发 属于多利安的考试开始了 此时的罗兰也注意到 李莫会根据每个孩子的情况 释放不同强度的威压 看来他真的有好好关注着每一个孩子 经过片刻的努力 多利安也通过了考试 下一个布伦 话音刚落 威压静止朝不论袭来 此刻的他不禁好奇若兰到底是如何通过考试 布伦光是撑住威压就以耗尽了力气 更别提上去触碰教官 其他人到底是如何通过的 随后李莫开口道 你确实比大多数人更有天赋 可是你太过盲目自大 在别人都在努力锻炼基础训练时 你却在浪费时间练着那毫无意义的建筑 每当有困境也只会使用气场解决 如果你现在用气场我立刻淘汰 此时布伦紧紧咬住牙关 自己绝不能在这停下脚 布伦怎么也忘记不了 当初父亲拒绝哥哥靖家门的场景 冰冷的眼神下没有一丝怜悯的目光 如果在此失败的话 自己也绝对不会抛弃 布伦奋力地迈起脚 终于来到了李莫的深浅 李莫微微开口 你通过了 就一定会被脚下的石头绊倒 好了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 拉昂契格哈特 刹那间李莫迸发出一股无比圣人的威压 其范围之广甚至波及到了场外的观众 此时就连家主格伦也是大胆震惊 这远远超过了一个小孩能承受的范围 但此时的李莫不慌不忙 在我看来你的天赋比布伦和若兰要高 不妨尝试一下吧 影响灵魂等级的是灵魂而不是身体 此时的拉昂拥有的不仅仅是拉昂契格哈特的灵魂 也是拥有着前世刺客拉昂的灵魂 随后拉昂缓缓朝着李莫走去 这立马引起了家主格伦的注意 在李莫惊讶的目光下 拉昂浪漫伸手触碰的梦 嘈杂的场内顿时压去而生 此刻在场众人全都被这一举动震惊 就连光剑李莫与毁灭之王格伦 也无一不被眼前少年感到惊讶 那么我现在通过考核了吗 李莫这才回过神来 随即宣布拉昂齐格哈特通过考核 本场测试结束 随后便向众人宣布本场考试的第一女 同时也是第五训练馆里的最佳学生 拉昂齐格哈特 文言母亲当场热泪盈眶 我不同意 她绝对是在作弊 此时被愤怒冲吞头脑的布伦 绝不相信一个病养子取得第一 拉昂在体能力量天赋上都不如 我绝不接受她是第一 她一定是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 一旁的观众也觉得有你 毕竟一个遭受严寒诅咒的病人是第一女 确实容易让人匪夷所思 随即布伦便向拉昂提出了决斗 李莫瞬间明白了布伦的小心思 看来你是真的很想获得这个第一呢 但既然考核结束 李莫便向家主格伦请示定夺 家主犹豫了2.5秒后开头问她 拉昂看来别人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你是否愿意与布伦决斗呢 本以为在舆论威压下拉昂会答应的布伦 却没想到拉昂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拒绝 考核结果已经出来了 在没有奖励的前提下 我没有理由参加决斗 随即家主给出了丰厚的条件 李首席学员为代价 如果你赢了就给你一枚铜灰 居然会给一块铜灰 在家族中经 第一 铜灰 这些都是取得巨大成就的人 才能获取的奖章 根据种类的不同 获得的奖励也都大不相同 其实只是同级别的徽章 但若是出自家主之身 那么一定能够获得不错的奖励 于是拉昂便答应了下来 决斗双方都不能使用魔力 好了 那么决斗开始 话音刚落 布伦率先发起了进攻 眼看侧梯被拉昂挡下 随即施展了父亲亲自传说的政府权 可布伦的攻击不仅被拉昂挡下来 连布伦的招式都被看得一清二楚 拉昂甚至还临场学会了政府权 随即拉昂便用布伦引以为傲的政府权 当场将他打得怀疑人生 与此同时只见众人表现了一点震惊 这家伙为何会使用这种拳法 就连布伦都对此疑惑不及 你为何会使用政府权 你挥拳太慢招式 我看得一清二楚 随后我便模仿你的拳法打得出来 就连李默都对此感到非常惊讶 拉昂居然让政府权往反方向进行旋转 从而抵消了布伦的进攻 只是能看清招式就已经非常两不切 可拉昂居然还能当场使用出来 这已经称得上绝代天骄了 而这正是七哥哈特家族所需要的人才 随后李默朝着众人宣布本次决斗 获胜者拉昂七哥哈特 下一秒只见母亲从观众席上飞登而来 紧接着便将拉昂紧紧抱入怀中 与此同时若兰的家属也对他的表现给予了肯定 可唯独只有布伦的父亲甚至都不用正眼看他一下 那一刻他的内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画面一转 布伦正接受着父亲的训斥 布伦你还记得我说过什么吗 你让唯一首席学员的身份回到家中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吧 可你现在不仅没拿到 居然还输给了一个废人 你是想让我难堪吗 还是说你想像你哥哥那样 在毕业典礼上会再次评定成绩 从而挑选出最优秀的学生 那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此刻的布伦却把过错全都夹在了拉昂身上 明明自己付出了这么多个努力 为什么会没有效果 走着走着布伦来到了训练室 考核结束的室内格外清静 布一会就注意到了拉昂的储物柜 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布伦打开了柜门 可下一秒 眼前一幕让他震惊 狭小的柜子里塞满了整整一箱的鞋子 看起来至少不像二十几双 难道仅仅六个时间就消耗了这么多鞋子吗 自己也只是才换了两双股 此时的布伦恶然回头 昔日的训练房内全是拉昂锻炼的生意 无论是自己在休息或在练习剑术时 拉昂都在一直进行着基础训练 这才是真实的齐格哈特家族的特质 这自己却一直在反其道而行 望着一旁散落的训练器材 以及手中那早已破损的鞋子 布伦默默将鞋子整齐地摆放回箱子 他转身就走了 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再也没有回头看训练事业 努力在字典里的解释时 尽力了使出自己的力气来做事 或许就是在这一刻 布伦明白了什么叫做努力 男孩只是看了火如一眼 我无随即当场爆炸 可男孩不仅没受伤 还学会了第一任家主的功法千验术 而拉昂本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战斗时不仅能看清对手的招式 甚至还能临场施展出来 将对手轻松击败 就连魔戒君王也大受震撼 从未见过如此变态的存在 不过拉昂不以为 此时的他更关心打赌赢了的奖励是什么 所以这个传奇感官是什么 这是一个能扩大你感知范围的能力 因为目前是一星 所以只能增加10% 但如果是我使用 就能发挥出100%的效果 虽然技能不错 不过你取名的能力有待提高 次日 刚与母亲聊天的拉昂 就被走来的管家打断 只因家主格伦要亲自授予拉昂奖章 此时来到家族大厅的拉昂 正接受家主颁发的奖章 拉昂默默地看着手里的铜灰 终于可以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了 随即便向家主询问 希尔维亚 我的母亲 我要如何才能恢复他原来的职位 格伦不禁愣识了两秒半 你是说恢复他直系的身份吗 是的 这就是我的问题 成就 你必须取得能被家族认可的成就 不过这并不容易 特别对于还是孩子的你来说 拉昂微微一笑 但这并不代表不可能 随后便将铜灰放回原位 正当他准备离去时 却又被家主叫住了脚步 等等 你还没有领取奖赏 刚当的问题即使不用铜灰 我也会回答你 好了 说说你想要的奖赏吧 而此时的拉昂确实需要一个东西 我想要一部修炼功法 请授予我与铜灰奖励相当的功法吧 拉昂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即使有前世作为顶尖刺客的功法 但是为了恢复母亲直系的身份 为了能够手认德鲁斯 自己现在必须学习更强大的功法 这就是你的愿望吗 话音刚落 家主随即打了个响指 刹那间四面八方出现的书柜将拉昂包围 这是齐格哈特的书柜之一 你只需要高举手臂 适合你的书就会自动出现 在听完家主的解释后 拉昂将右手高高举起 希望能出现可以拍上用场的东西 就在这时 只见空中一本书籍正散发着光芒 拉昂并静一看 这本书怎么又老又婆 可此时的家主大吃一惊 这本书怎么会出现 你到底是怎么获得这本书的 此时只见书籍正缓缓落在拉昂的面前 千验书 这是什么功法 可拉昂只是轻轻一碰 书本立刻飞速地翻转 下一秒书上所有的纸张都朝着拉昂一面扑来 不过片刻 拉昂便被纸张团团围住 紧接着便突然化作了一团火焰消失 看着眼前惊奇的景象 拉昂呆冷在原地 这是什么情况 好像有什么东西进入我的身体 拉昂家主的话语将拉昂拉回了现实 你刚刚做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功法的内容却涌入了脑海 那这本书的名字呢 随后拉昂静静地看着手掌 千验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千验书 那么你是否还记得书本里的内容 当然 拉昂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既然如此 你可以离去了 你已经获得了同灰相对应的奖励 于是拉昂便转身离去 看着拉昂离去的背影 此时的格伦陷入了回忆 曾经为了追求家族的强大 格伦彻底封闭了情感 即使自己的女儿被家族排斥 他也袖手旁观 甚至是后来西尔维亚选择离开家族 格伦对此也全然不顾 直到让家族站在了大陆的顶峰 格伦才意识到自己好像失去宝贵的东西 直到他听见孙女和女婿的噩耗传来 格伦这才醒悟自己失去了珍贵的情感 但发生的事情依然无法改变 所以这一次即使被你与西尔维亚讨厌 我也一定会守护好你们 家主难道格伦少爷互得的事 管家的声音将格伦拉回了现实 没错你的猜想是对的 他获得了七哥哈特第一任家族的功法 在整个家族历史中都没人能触碰到的功法 没想到会被他学习去 那拉昂少爷现在岂不是会很危险 别担心知道这本书的人少之又少 如果不是那个孩子 也许那本书会一辈子乱在书架上 反正也没人能使用那个功法还不如给他 我有预感 未来必定会刮起一股可怕的风暴 此时的拉昂也没想到 家主会将这本书给予自己 毕竟他的价值完全不亚于一块金灰 甚至与火环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于是拉昂便立马开始修炼起来 但可惜的是这本功法比想象中的还要难 虽然拉昂并不指望一次寻回答 此时拉昂的思绪被愤怒落魔打断 看来你陷入了难题 但你也要小心 如果你在修炼气场的时候被旁人所打断 那么可是会出大问题的 正如同他所说的那样 千燕术是通过吸收大自然中的魔力 并将其堆积在魔力中枢上从而建立出气场 如果在关键时刻被突然打断 那么极有可能会摧毁自身的魔力中枢机魂 特别是患有严寒诅咒的我 会变得更加危险 难道你这家伙早就盯上了这个吗 当然 我会在你训练的时候突然打断 可那样的话 这副身体不就遭到了损坏吗 但愤怒对此毫不在意 虽然这问题对你们人类来说无解 但对于落魔君主的我来说就是小事一桩 而当你残废时便是我替代你的绝佳机会 我很期待你的行动 你不必须张声势 你现在必须事事提放我 但当你疲惫松懈时 我便会撕碎你的意识 看起来这家伙之前没有行动 就是在等这个机会 拉昂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时候该解决这个隐患了 与此同时 侍女朱迪尔正书写着自己今天的所见所 起初她还不以为意 一块铜绘能有什么好东西 直到她发现拉昂在修炼时的气场流动 那绝不是一般功法能展现出来 这绝对会是无管想要的消息 随后朱迪尔便将信件放入了水中 正当她准备回去时 下一秒 只见一把短剑抵住了她的喉咙 闭嘴 别说话 你敢动一下就死定了 把你的视线看向红面 此时的朱迪尔这才看清 没想到抓住自己的近视拉昂少爷 她到底是怎么知道我在这的 从你观察我的第一天起 我就注意到了你 如何 得到你想要的信息了吗 朱迪尔这才意识到之前的偷窥草贝注意 只是拉昂装作了不知道 随即拉昂便命令朱迪尔张嘴 紧接着便将一颗药丸塞进她的口中 随后拉昂一把捡起漂浮在水面上的信件 这信加密了对吧 身为刺客的拉昂便按照以往的经验 开始一个个尝试 最后在朱迪尔的震惊下 拉昂利用月光破开了加密 好了让我猜猜幕后黑手 应该是卡伦契格哈特让你这么做的吧 此时拉昂一系列的操作让朱迪尔未知惊恐 明明自己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可重要的信息却全被拉昂看了出来 就在朱迪尔思索之际 腹部却传来了一阵刺痛 此时的她这才反应过来 能看清自己的想法 再加上体内一阵火烧般的刺痛 她之前给我吃下肚的绝对是激光蠢 起初还以为这只是一份简单的工作 朱迪尔没想到现在自己却搭上了小命 随即抱有一丝侥幸的问道 你真的给我喂下了激光蠢吗 你居然知道这个 真是令人意想不到 拉昂的话语击破了朱迪尔最后一道防线 随即腹部传来一阵反胃 此刻的朱迪尔也意识到 自己真的被喂下了一条激光蠢 朱迪尔终于认清眼前这个事 披着小孩的恶魔 我马上就改掉信件内容 求求你放过我一面 该泄露的早晚都会泄露 这只会证明你的业务能力不行 此时拉昂缓缓来到朱迪尔身前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双面见谜了 你可以将不重要的信息透露出去 但同时你必须告诉我一些重要的内容 希望下次再见到你时 我能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你什么时候使用的激光蠢 愤怒恶魔感到非常好奇 我怎么可能使用这么残忍的手 我只是给他吃了一些会导致身体疼痛的药物 那你如何得知他的想法呢 信息可以从各个方面中获取 也许别人做不到 但我一定可以 真是个变态 面对拉昂的各种手段 此时的愤怒只想说一句卧槽 男孩一天会见二十五小时 只为学会如何使用气场 只因身为排名第一的拉昂 却是训练场内最后一名 不会使用气场的学员 可是在遭到一顿爆炸 拉昂不仅觉醒了气场 甚至还掌握了第一任家主的黄金盛念 就在之前刚到训练场的拉昂 发现正如领过教官所说 学员只留下了司法之一 此时若兰来到拉昂身前 随即便说了声谢谢 而若兰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母亲的建议 罗兰曾告诉母亲 自己之所以进步如此之快 完全是因为得到了拉昂的帮助 但她却没有向拉昂表达谢意 于是母亲便示意若兰向拉昂表示感谢 毕竟这可是非常重要的理由 此时拉昂还没缓过时耐 布伦却又来到了自己身前 可不可一世的布伦 居然也向拉昂表达了歉意 非常抱歉 我之前的行为太过悲劣 但这并不认为这我会放弃 我会付出远超你二点五倍的努力 你可别松懈被我超越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 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 拉昂认识到齐格哈特家族的强大 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此时只见李莫姗姗来迟 首先恭喜大家成为正式学员 大家的训练内容基本不会变 但是会增加一些别的课程 首先便是关于气场的 话未说完 一个长发急要的女孩 映入众人眼年 此时女孩来到众人身前 李莫介绍到 她是去年的留级生 马莎齐格哈特 之后会与大家一起训练 就在李莫刚要介绍马莎时 便被对方打断 你们这里谁是首席学生 我无法忍受 比我菜的在我头上 所以现在出来跟我打一场吧 此刻的拉昂深感无奈 为什么奇奇怪怪的人 总是会找上自己 随后拉昂便站了出来 我就是首席学生拉昂齐格哈特 正到马莎准备与拉昂决斗时 却被一旁的布伦制止 马莎你不觉得你这样做有事体面吗 拉昂的成绩是 教官与大家有目共同的 难道你想否认吗 你不觉得你说这些话有些可笑吗 就是因为如此 我不想看到别人跟我做一样的蠢事 拉昂的身前请从我面前消失 学员之间的友谊真是让人羡慕 我在坚持下去倒有点不礼貌 就在众人以为马莎放弃时 不过话说回来 她最讨厌躲在别人身后的胆小鬼了 趁不论与若兰松懈的空挡 随即挥舞拳头朝拉昂攻去 但被拉昂轻松躲过 甚至自己还实打实地挨了拉昂一拳 恼羞成怒的马莎立马展开了气场 但很快就被领悟阻止 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 都快把我当成空气了 拉昂还没学会气场呢 就算你赢了不觉得顺之不武吗 不妨等他学会了气场再与之决斗 随即这场闹剧就此结束 画面一转 此时的众人都在学习着拳法 即便提前学习过的布伦 但到了第三阶段开始也感到了吃力 可反观另一边的拉昂 从零开始学习至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便追上了自己的进度 按照这么发展下去 拉昂迟早会超过自己 不过此时焦虑的不仅仅只是布伦 还有马莎契格哈特 而他对此非常不解 明明是第一次接受拳法训练 可却进步得如此神速 不同于若兰和布伦他们早就学习过 再加上他明明身犯严寒诅咒 到底是如何坚持训练一整天呢 再这样下去 他很快就会将我超越 令人闻风丧胆的天才 这是大家对我的评价 在被七哥哈特收养后 我一直是大家追赶的目标 那些自诩为天才的直系或旁系 全都被我一意击败 我很享受对面绝望又无可奈何的神情 可如今这种情况却出现在了自己身上 此时 马莎兴致全无地回到家中 而一旁的管家马上发现了端倪 马莎小姐 你不用太过担忧 虽然拉昂武术方面惊艳了全场 但他绝对不会是马莎小姐你的对手 你是说他绝对赢不了我们 是的 因为他有一个永远也无法克服的作品 那就是拉昂少爷在气场上并没有天赋 小姐你不知道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你被收养前 辨别仪式上拉昂少爷的魔力水平是最低的所在 甚至连属性都没有鉴别出来 而且拉昂少爷是第五训练场 唯一一个没有掌握气场的学员 虽然他获得了同归 但那所对应的功法也只是略高于终极武管功法 再加上拉昂少爷到现在也没学会同归所对应的功法 完全可以相信辨别仪式上的判断是正确的 即使拉昂少爷在武术方面颇有造物 也绝不可能成为一名武者 此时萦绕在马莎头上的阴霾一扫无空 次日 拉昂正在进行着剑术训练 其他学员前来请教剑术的问题 只见马莎缓缓走进训练室内 居然这么快就开始学系剑术 不愧是首席学员 如果你在气场方面也有这样的天赋就好了 不过也许你会成为一名不错的剑术教练 此时场内的其他学员哑口无言 只因拉昂是在场唯一还没学会气场的学员 马莎的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就在这时只见若兰正直勾勾地盯着他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离开这里 你不说我也会离开的 毕竟我可是要去参加专门为直系准备的高级课程了 傍晚拉昂终于坐下来歇息 酣畅淋漓的训练让他感到甚是有趣 在战场为了生存下去 只能拼命磨练自己的暗杀技巧 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东西 没想到学习武术竟是一件这么有趣的事情 终于清醒过来了吗 面对马莎的挑衅你居然什么都不做 我在专心训练所以并没有听到他在说些什么 而且现在和他发生冲突得不到任何好处 并且即使没有千燕数 我也能够轻而易举地将他打败 而此时只见若兰端着盒子来到了房间 紧接着便从河中拿出一颗球状物体 并示意拉昂将其吃下 拉昂震惊的表情瞬间引起了愤怒的好奇 这是什么好吃的吗 快说快说 怎么样好吃吗 嗯味道挺不错的 这是一种名叫珍珠冰淇淋的食物 话音刚落 若兰便离开了房间 所以他是来安慰我的吗 喜欢甜点的他竟然把最后一个给了我 他应该为此苦恼了许久吧 看来以后要好好报答他一下了 画面一转 朱蒂尔把将要报告的信息都交给了拉昂 那么他们对此有何反应 并没特别的反应 虽然之前因为拉昂少爷在拳法和剑术方面进步神速 他曾命令过我进行调查 但后来发现拉昂少爷没有掌握气场 所以他们对拉昂少爷失去了兴趣 那么我的母亲呢 他们对希尔维亚也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拉昂少爷按照这么发展下去 我也许会被调回去 朱蒂尔也忍不住好奇地向拉昂询问 拉昂少爷你是故意不掌握气场了吗 谁知道呢 要不你来猜一下 对不起 我问了一个冒昧的问题 交代完毕后拉昂便让朱蒂尔离开了房间 没想到他居然会认为你是不利的 适当的运用现状也是一种能力 正当拉昂打算再次出门锻炼时 可此时李默却出现在拉昂的后院 随即李默来到拉昂的身前 走少年 我带你学习气场去 画面一转 只见两人朝着森林深处走去 学习气场与爬山有什么关系 拉昂好奇地问道 虽然我有点懒 但请不要质疑我的教学能力 那这里与修炼气场的属性有什么关系呢 并没有将体内的寒气去除 而是将火焰与寒气进行融合 如果拉昂能够完全将其融合 那么他的未来一定前途无量 此时李默示意拉昂停下走 两人来到了森林的正中央 此刻只见李默缓缓缓抬起右手 一股强大的胃压朝拉昂袭来 这便是我的气场属性 我从出生起就能感受到风的存在 因为我属于精灵一族 而你是人类 并且体内还患有严寒诅咒 所以想要掌握气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风的存在有许多种 这是一把能穿透一切的风之力解 现在你要做的事 好好想想自己想要的火焰形态 可这里除了把森林烧了 否则根本看不到任何火焰 李默迈起关子 别急 有个地方正适合你 画面一种 此时两人来到了一处房间内 而这里便是整个北方炽热的地方 降人的铁匠堡 老头停下手头工作 你这次带来了什么好东西 你在说什么呢 眼前这位可是家主的孙子 但老头不以为意 除非是家主本人过来 不然我都不关心 此时的拉昂完全不在意他们的谈话 眼睛直直盯着眼前燃烧的火焰 这真的是我所认识的火焰吗 木材燃烧的篝火 或是魔法师释放的火焰 目睹过无数种火焰的拉昂 此刻对眼前这一火焰深深着迷 这完全就是自己心中预想的火焰 随着火势减小拉昂随即转头望去 瓦肯 我的名字 如果你想得到我的帮助 我劝你还是别浪费时间去找别人吧 但此时拉昂完全被瓦肯这个名字震惊 居然是瓦肯 在三十年前就销声匿迹了 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 随后拉昂便朝着瓦肯深深鞠躬 初次见面你好 我叫拉昂齐格哈特 瓦肯很是好奇 难道你告诉了他有关我的事情吗 李末随即摇了摇脑袋 紧接着李末便向拉昂介绍 他是齐格哈特家族的工匠 虽然已经退休了 但仍旧坚守在这十年之久 随即李末再次向瓦肯求情 希望能让拉昂在这学习 除此之外不是还有很多铁匠铺吗 李末便向瓦肯解释 那里太过显眼 对拉昂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毕竟他是希尔维亚的儿子 文言瓦肯立马转头望去 我绝对不会打扰到您的 求您让我在这学习气场 瓦肯的目光瞬间变得和善起来 我在这里待了十年只为烧火 金色木炭能够产生 比任何木炭都要强大的火焰 而我待在这里就是为了这个东西 只要不打扰到我 那你做什么我都不会顾问 此时两人来到房外交谈 没想到你今天居然这么快 同意我的请求 下次我一定带好美酒来看望你 这可不是因为你 自从那个孩子进到屋子里 房间的温度就上升了 那孩子的呼吸拥有 能够操控火焰的力量 也许那个孩子能够完成我的愿望 男孩不吃不喝 七个月一星坐在火炉旁 只为练就绝世功法 在此期间拉昂一直在思考火的形态 虽然人们都说火是最强大 最可怕的存在 但当你能够熟练控制它时 它就会变得比所有元素都要稳定 令拉昂在意的是 靠近火炉期间 千燕树竟然自动开始运转 此时李莫的话语不断在拉昂耳边回荡 想想你想要得到的火焰心态 想想你内心真正的追求 为了能够向德鲁斯复仇 为了能够恢复母亲直系的身份 我想要的是一盏照亮黑暗的道路 一把击退任何野兽的利剑 一个不管瓜方 还是下雨都能永恒燃烧的盛宴 此时一股炙热的魔力涌入拉昂的体内 拉昂进入了无我之境 可就在这时拉昂突然感觉到一股寒气 只见愤怒裂开大嘴 折服了这么久 终于让本王逮住你松懈的时机了 此刻拉昂下方的愤怒惊陷血盆大口 该死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安静了一段时间 让拉昂忘记了愤怒的痛 此时的拉昂这才意识到 尽管他再怎么可爱 他也是一个恶魔 此刻含义遍布拉昂的全身 就连呼吸也愈发困难 拉昂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 就会慢慢死 可如果现在停止运转心验数 就会立刻暴毙而亡 此时不管拉昂再怎么冷静 想破脑袋也找不到破局的方法 这是愤怒恶魔自信的难满道 你苦苦挣扎的表情真是久看不见 你现在还能像以前一样承受我的力量吗 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乖乖献出你的身体 你的人生和努力都是毫无意义 就像烧炭的那个老头一样 烧烧炭 愤怒的话语立马引起了拉昂的注意 反正红数都是意思 还不如大胆地去尝试 这次拉昂不再从火炉的热量中吸收魔力 肆无忌惮地从火炉中吸取魔力 你在干什么 快住手啊 不顾愤怒地呼喊 大量炙热暴躁的魔力静止于拉昂停 瞬间周围的火势迅速汹涌起来 此时的瓦肯也被吓得不轻 这还是他头一次见如此凶猛的火焰 随即转头向拉昂看去 难道是那孩子造成的吗 温度急剧上升的屋内 却看见拉昂此刻正冷地瑟瑟发抖 瓦肯正准备上去探查情况 随即便被李莫拦了下来 现在绝不能过去干扰他 此刻的拉昂进入了无我之境 任何一点干扰 都有可能导致他走火入魔暴体而亡 这就是你所说的严寒诅咒吗 难道此刻我们只能静静观看吗 是的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 此时李莫的心里默默祈祷 希望拉昂能够平安无事 此刻拉昂体内凶勇的魔力 就连愤怒也为之一惊 住手 你不要命了 你不是很清楚这一切都只是徒劳吗 但拉昂可不管这些 他已经不想再经历一遍 那种对结局无法改变的无力感 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 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赌上一切 此时温度表发来急促的警报声 火炉能够承受的温度已经达到上限了 李莫大感震惊 难道他现在还在吸收魔力吗 与此同时 伴随着拉昂与愤怒的呐喊 只见拉昂一把抓住了面前的那股火焰 下一秒铁匠扑便当场炸裂开来 在两人一阵阵惊讶中 拉昂注立在火焰四散的中央 身边被一团团金黄色的火焰包围 拉昂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一切 自己不仅学会了气场属性 还将千叶术修炼到了二星 并且严寒诅彻底解决 以后也不会再有体力方面的问题 甚至将他修炼成了二星严寒气场 没想到自己会因祸得负 拉昂缓缓地把手放在胸口 而且他也快要开花了 但下一秒 全能弹窗吸引了拉昂的助力 因为你在绝境时克服了愤怒带来的阻碍 作为超越极限的奖励 所有属性值提升三点 此时拉昂呆呆地看着全能窗口 震惊了两秒半 这个奖励程度 已然超过了自己练习市场两年半的成果 然而此刻的愤怒也是震惊的一脸震惊 卧槽 到底咱俩谁是怪我了 你明明已经处于走火入魔的边缘 到底为什么还能坚持住我 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没有用了吗 但实际上拉昂非常清楚 刚刚已经在鬼门关上走过一遭 即使两人的关系变得清静 可以改变不了他事实亏切自己身体的事实 拉昂 你还好吗 此时瓦肯连忙来到拉昂面前 嗯 我已经没事了 那你学会了气场吗 托你的福 我已经学会了气场 但是很抱歉弄坏了你的火屋 此时拉昂尴尬地转头望去 只要你没事就好 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瓦肯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炉子的话随时都可以再做一个 话未说完 一旁的火焰引起了瓦肯的好奇 发生什么事了吗 拉昂疑惑地看向瓦肯 但此时的他全然只关心着前方的火屋 随后拿起铁锹伸进火炉 眼前的景象让瓦肯激动得难以言议 这真的是惊叹吗 看着梦寐以求的惊叹竟在咫尺 瓦肯不由地怀疑这是否在做梦 曾经的瓦肯为了追寻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惊叹 不顾众人的非议毅然决然地坚持到了现在 直到此刻瓦肯终于确定 他就是自己追求的惊叹 比白炭燃烧得更强烈 比黑炭燃烧得更持久 多亏了你的到来 完成了我十个两年半的梦想 越说越激动的瓦肯随即把惊叹递到了拉昂面前 想让他也一睹方文 可看着拉昂否定自己功劳 瓦肯意味深长地看着拉昂 拉昂 你可以更加相信自己的才能 每当你坐在这修炼时 整个房间的火炉都伴随着你突袭而变得更加强烈 虽然我是个只会挥舞锤子的糟老头 但我还是能知道你做了什么 这都是你的功劳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拉昂你的追求是什么 你想成为一名什么样的剑客 拉昂思索了片刻 随后神情坚定地回答道 我想成为一名无论面对何种情况都不延弃的剑客 永不延弃的剑客吗 没想到会从一个孩子嘴上听到这个答案 再过两年半你也会有属于自己的一把剑 如果到时候你拥有了永不延弃的决心 到时候我会用这些惊叹 亲自为你铸造一把剑 可大师你不是隐退了吗 反复隐退是常有的事 所以在此之前请一定要好好活着 随后拉昂告别了瓦肯大师 此时山顶上的李莫静静地看着一起 虽然过程让人救星 但好在拉昂最后还是获得气场 不过他的天赋真是让人害怕 你说我说的对吗 家主 此时家主格伦来到李莫身旁 你现在应该放心了吧家主 也不枉费你每天都过来看望 但傲娇的格伦还是一如既往的否定了 火炉的魔力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深不见底的魔力和极高的纯度想想就让人害怕 但好在最后他的气场稳定了下来 他真的很有才华 这可不是一句才华就能够掩盖的 格伦的眉头紧撞 那个孩子 他将困住自己的枷锁 变成了枪上攀爬的力气 而此时的第五训练场 若兰正紧紧地盯着大门 直到拉昂从大门口出现 若兰迅速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马上递上了自己准备已久的甜点 可此时的另一件事引起了若兰的在意 拉昂身上的气味变得更加好闻了